大家好 我是小兵 我先介紹一下我旁邊的 她是一位美雄師 嗨 大家好 我是月靈老師 非常的開心 很多網友會留言問我一些 有關於胸部的問題 外婆啊 臭乳啊 或是她們剪中的時候呢 剪掉了胸部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些問題呢 我都不太會回答 所以我今天找了專家過來回答大家 我為什麼認識月靈老師呢 是因為我看到 媽媽寶寶那一段雜誌 胃哺乳的時候胸部 哇 狀態很大 你退來之後呢 你縮小之後呢 胸部就會變形 或是有下垂的問題 媽媽寶寶這一本雜誌呢 就是訪問那個月靈老師 因為她是一個美雄的專家 月靈老師其實是美雄師的 日常工作是做什麼的 針對她的狀況 然後看她問題在哪裡 然後私底給她一個建議 是不是她的一個胸罩 穿得太緊了 然後太小了 把胸部 越压越小 越压越小 我們心房就有很多朋友 就是這樣 她不知道她這胸部 是胸罩穿錯的 還有就是 有的人會特別去穿那種 強調那個立體的胸型的 那種不能穿嗎 不是 穿得不適合她的話 她為了呈現她可能 Size過小 就會感到過度的擠壓 適度的提拉非常好 但是有時候她可能自己的判斷說 專業不對 對 我就心想就碰到這樣 你媽媽胸部的外型外側 把她一半腿給壓掉 結果呢 她的那一臉 變得更小 為什麼 因為她 把她壓掉的時候 然後她覺得 撞不起來 撞不起來 現在這張高力力的時候 又跳得更小 哦 所以她一次一次把她的胸部的胸型 還有她肌肉整個壓掉 胸型去 理解 哦 對 對 我聽說如果穿錯內衣的話 會形成腹乳的問題對不對 也是會有壓迫 哦 對 那如果腹乳的話 妳平常會怎麼幫助女生去組織 我會建議她們檢查看看 第一個先檢查妳的身體狀況 妳把手擠起來 這條是不是有一個很緊繃的機械 我有 有的人她太過緊繃 太過緊繃的時候 然後 妳這裡是會造成 製造成循環的困難 最後不良的廢物要通過 嗯 它就會卡在這個地方 然後越卡越大 越卡越大 那大家都有了什麼 其實是 妳這個地方 這一點太過緊繃了 妳要先把它解開 然後做一些運動 齁 居家做一些運動 比如拿那個保特瓶啊 裝個水啊 妳也不用說買壓力 齁 自己做一些適度的運動 哦 這裡就可以把它拉開 我覺得我算是不胖 可是我副乳還是有愉快 我是不是算很緊繃 哦 這一條 對 妳是不是常運動還是 抱小孩太多 哦 抱小孩 差 就是 抱小孩 或者是常常不當的男中 我覺得也會影響 還有 有些人 神經太過急繃 哦 就是說 她常常那個很緊張的那一種 然後 肌肉本身就容易被拉緊 我有些朋友也有在做 就是破順的運動 可是 她不知道為什麼胸部就是很垂 妳有遇過這樣子的運動嗎 哦 有 很多 我們現在都是這個 電腦組啊 手機組 我們是長手駝背 它會造成一個 妳的胸前有的改變 然後 沒有下垂 我們都會透過 檢測 然後 她一個 建議 告訴她 欸 妳的狀況在哪裡 還有 居家妳在注意什麼 那妳怎麼幫她做那個 檢測 啊 其實 相信我 也很專業 因為 我客人常常犧牲我 妳說話 老師 妳 越來越促 哈哈哈哈 那 最後呢 我最後一個很想問的問題就是 呃 豐胸 你知道有些嗎 就是永遠覺得自己 不夠豐嘛 這樣子 那 可是 以我們這種年紀 對 就是已經不是發育年紀了 還有機會嗎 是有的哦 這個年紀還可以怎麼樣 哦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妳一定要幫整個身體的這個 肌肉啊 氣血啊 然後 還有沾平的這些機械 打開之後 然後 這個打開之後 妳的成長空間就會出來 對 哦 然後成長空間出來之後就要 居家加配合飲食哦 哦 所以就是要吃的就是 就是 均衡 然後有營養 然後補充進去 對 那個空間 對 月靈老師講的 還蠻多次就是 打通氣息 還有就是 解開沾黏 那如果我們 居家的話 就是怎麼樣可以做到這一個方法 好 然後我現在來示範一個非常簡單的手法 我們胸 胸部不是一條一條的肋骨嗎 好 我來示範一下 然後 我們這個手這邊 是不是一條一條股頭 對 這像不像胸型的那個 肋骨 對 這一條一條的肋骨有沒有 好 你在肋骨肩的機械有沒有 然後你把它按下去 你要不要跟我們做做看 我做 我今天做在這裡 好 好 按下去 然後 定點 然後螺旋按摩 要很深層的機械把它按出來哦 才會有用 然後再換一個位置 然後要去定點 就把它按開了 你們要不要很深嗎 有 很 就是有那種 酸酸麻麻的感覺 對 再讓它去 然後一條一條 慢慢的把它按開 你覺得我算不算很緊 你有沒有用 配四 還幾個 對 我要去找你了 如果大家想要找你的話 可以 就是例如說自己自己去去去去這樣 歡迎 歡迎 那大家可以 你可以上我的 FV找我 你也有自己的FV 對 好厲害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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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大家有 就是 胸部有一些問題 或是想要找技術的話呢 就可以找月琳老師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有關於 收生健康減肥的影片的話 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